是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方案写得很不错 逻辑很清晰 而且投入跟利润的分配 都做得很好 特别是双赢的这种局面 让人影响很深刻 这应该是曲红写的吧 没错 那剧业什么态度 可以进一步沟通吗 我不接受 为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案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修改的 是啊 这的确是写得很不错 但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投资 我们现在希望的并不是 好像你里面说的 投入到同仁里这个项目里头 做一些项目的投资 我们希望要的是 好像地结一样 我们是收购他们集团的股份 方案上写的 我们可以提高一倍 那个投资金额 但是我需要的 是顶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不可能 算了 就当我没来过 丽宇 有什么事吗 其实现在顶峰 就好像是一块大肥肉一样 大家要对他虎实担担 想把他吃下口 所以你现在不尽快地去解决 他资金短缺的这个问题 恐怕总有一天 顶峰是会垮的 到时候哪怕你再有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也不一定有人愿意结盘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我愿意提出的百分之二十 那已经表达了我最大的诚意 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明白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你一定要 把自己搞那么累呢 是 你就用商业的角度来看 今天我跟你做的这笔交易 可能你觉得让你吃亏 但也应该是在 合理的范围以内啊 我告诉你 只要能活 在商场上总有一天 你是可以翻盘的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因为丁文是我爸一生的心血 他现在做大桥手术 还躺了病床上 而我哥 得了焦虑症 怎么能像变了一样 一直掌管公司的张宁律 为了自己的利益 拖垮了公司上市的可能性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只能卖公司吗 你让我怎么跟我爸交代呢 其实为什么你一定把所有的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扛了 臭的不是你啊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怎么跟我爸说 我把公司卖了 我在我爸病床前答应过他 一定要把顶峰完完整整地 交给他 你知道吗 我就连做梦都梦见我爸哭着问我 顶峰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真的不希望梦境变成现实 你明白吗 那你就应该把责任交给建宇 让建宇来找我谈 对或错 责任不在意 不 他现在状况你不知道 他更需要呵护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守到最后 如果我走了 顶峰的人心就散了 但是以现在顶峰的条件来看 不卖顶峰的股份 你光靠一些项目 想要去找投资者 这是不行的 顶峰是很垮的 那我死前也要挣扎一下 万一有希望呢 如果实在不行 我再来找你 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但到时候 小婷可能不一样 如果让我爸来选择 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做的 那好吧 加油 祝福你 再见 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姐 怎么说了 说什么说呀 你不是看我一直在打电话吗 一直联络不上 都是关机 赵总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几天不见人影了 电话说关机就关机 什么时候上市总得告诉咱们 我外边欠的账号还欠利息 你抱怨什么呀 等到上市成功以后 您得联系算什么呀 雅兰 怎么说了 怎么样了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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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疯了吧 这我姐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都没看清楚我是谁 你才有病呢 我就是看清楚你是谁 我打死你 我打的就是你 你干什么你啊 你把我们全家给害惨了你 那个赵震被抓了 上市谈不成 空票也黄了 那么多钱 全没了 我爸妈的棺材本 我侄女的家庄 还有这个房子 都没了 这个房子都没了 你 你说什么 赵震被抓了 上市没有了 谁说的到底是谁在胡说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完全都传疯了 不 赵震被抓了 股票叫停 上市叫停 什么都没了 全都没了 那么多钱 全都没了 完蛋了 全完蛋了 全完蛋了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不 赵震被抓了 我外面欠着高利贷呢 不要叫停 姐 张市叫停 你有办法 对不对 什么都没了 全都没了 那么多钱 全都没了 完蛋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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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作一点 就算费一泽没有接受我们的方案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和鼎峰度过这次危机 我们一起去面对这次危机 好不好 志恒 谢谢你 不要跟我说谢谢 不 不只是谢谢 我还想跟你说对不起 怎么了 是我脱离了你 以前你在新加坡过得好好的 为了我回来 后来你在第一季也发展得那么好 又为了我辞职 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是我脱离了你的事业 也脱了你的人生 傻丫头 没这么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心里有可可 答应我 回地界找她 的确 可可的确走进了我的内心 但这并不代表 我就要离开你 文宇 我们一起长大 我们之间 早就有了鸽舍不动的亲情 对 况且 我也放不下对你的挂念 这个时候 我绝不会离开你 我会帮你渡过这次难关 可是过得去吗 今天我在易子面前任性了一把 但是她说的有道理 顶峰真的处于绝境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要陪在你身边 如果这个时候 什么都让你承担的话 我还算什么亲人 可是可可她会怎么想呢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 可可也希望我来帮你 真的吗 真的 所以啊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我们一起努力 带着顶峰往前走 好吗 既然知道了 就赶快好好回去休息 明天咱们还要打仗吗 你也是 你也早点回去 这场仗 少不了你这个战友 来 晚安 怎么了 是我哥 他说 让我把顶峰让给他 他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想着正顶峰 去后 我哥他 没什么 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安 晚安 你鞋子 没什么事 是吗 时常 的 有的 一 找我干吗 有病啊 他们干吗 有病是你 这一拳 是我替凌云打的 替凌云打的 你凭什么啊 就凭你把顶峰搞垮了 说什么 我把顶峰搞垮了 不明白是吧 不明白我告诉你 就因为你抢起同人礼计划 导致顶峰的资金链崩断 现在的顶峰 就像一个烫丑的山羽 你每天还想着 从凌云手上抢走顶峰 你知道凌云 为什么私事抓住顶峰不放吗 那是因为司婆不合你 因为这里边 有她爸爸和她哥哥的心血 你每天看着凌云那么辛苦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疼 如果你真的可以劝她放下 好啊 你劝她 我还要谢谢你 我还要谢谢你 不可能 我做会计算的 只要顶峰按时间表上市 是不可能出现资金问题的 同人礼计划 会做出亮眼的业绩 蓄而推高股市的表现 怎么会出现问题 你骗我 你不想你去骗我 我有没有骗你 你自己去查一查去问一问 我相信你有这个人脉 还有赵珍如玉 风华集团 现在已经停止了 跟顶峰的合作 这意味着什么 上市梦该醒了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样 你说谎 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马上去查 你到现在 还在做着你的上市大猫 你醒醒吧 还没有 我没有搞话顶峰 我想把顶峰带上辉煌 盛鉴鱼 你不要再做梦了 顶峰现在 已经不是原来的 那个明星企业 现在凌云在苦苦支撑着 让她不倒下 你是她哥哥 如果你还认凌云这个妹妹 你现在就不要去捣乱 否则 我不会放你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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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搞话顶峰 我怎么可能搞话顶峰 我爸说了 我是顶峰的接班人 我是顶峰的接班人 我怎么可能会搞话顶峰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何人 你怎么办 你 After the f 走 喝汤去 你手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跟人打架了 我去拿他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 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面证据 把离婚社去办 我会搬出去住 以后你一个人 好好生活 你在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离婚 我不要离婚 为什么不离婚 我哪好啊 你知道吗 我有病 我有病啊 靳远 你只是压力过大 得了焦虑症 你这个病可以治好的 你相信我 明天我就去看医生 好不好 原来你知道 小兰 我不仅得了焦虑症 而且我心里有病 你知道 我伤害我是 你每一个爱的人 义泽 林玉 我爸 我妈 还有你 我求你 我求你离开我好不好 我不想伤害你 焦虑 焦虑 你没有伤害我 你怎么会伤害我呢 焦虑 我不走 我哪都不行 没事的 都会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的 我陪着你 我陪着你治病 陪着你去弥补你 伤害的人 但是我们不要离婚 但是我们不要离婚 你不是答应过我 你会一直爱我吗 我要陪着你 我陪着你 我会陪着你 这些你帮我去处理一下吧 这些你帮我去处理一下吧 反正都是我之前买的 现在已经涨不少 那个 你帮我把握一下 卖掉钱 全投到新公司 全卖啊 是啊 全卖了 您住哪儿啊 我住哪儿 跟您是什么关系 我就回我爸家住 反正那么长时间没回去了 好好回去待一会儿 可是 别可是了 按我说去做吧 你不懂了 娶媳妇 是要倾家荡产的 进来吧 没事 出去吧 卉子 找我什么事啊 坐 说吧 反正现在 你也入股了地劫 有什么忙 你说我一定帮你 好 其实我真有件事 想让你帮我忙 你还真有事找我帮忙 行 你说 什么事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说 没有机会让你好好锻炼 我想给你一家公司 让你管管 不会吧 给我公司管 哎 费一泽 你别拿那种什么 三五个人的破公司 来忽悠我 虽然你这家公司比不上地价 但是规模也不算小 只做投资 怎么样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有话你就直说 你不要让我管理个公司 就算你敢我也不敢 万一砸了 算 算谁的 这是你不用担心 这是你不用担心 很简单的 公司只有一个投资对象 谁啊 顶峰 有没有搞错啊 负一泽 你让我去管理个公司 只负责投资顶峰 我是去当老板 还是当保安去了 这样的 那要是亏的话 算我的 要是赢的话 你周知超 将会成为投资界的新星 到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觉得 你是纯粹靠可可 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选我 你手下随便选一个人 也都比我厉害啊 第一呢 这家公司里的钱 全都属于我的 所以 让你去我比较好放天 第二 虽然说这一次的项目 是比较简单 但对你来说 是个很好的机会 也是个很好的开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作为合作方 我希望你跟D姐 都必须要明白 这一次的这个投资 纯粹是我私人的 跟聚野是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 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 是聚野两头头子 你说的 也有道理啊 哎 你该不会是 是为了陈宁云吧 算你还是有点头脑 哦 好 这个老板我当了 好 合作一块 好 合作一块 哎 来 我要当老板了 我要当老板了 当老板喽 老公 你这醒了吗 没呢 老公 你说怎么办呀 我妈都打电话来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那你问我 我问谁家 总得等我姐先醒来再说吧 还说你姐呢 这平时 看上去凶巴巴的那么一个人 遇到点事情 这一下就昏倒了 不会是装的吧 你怎么说话呢你 他投资不比我们多呀 肯定比我们着急了 装什么装 我只能这样 谁呀这是 你好 警察同志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请问这是张力的住处吗 谁呀 请进吧 张义是吧 是我 有什么事吗 我们逮捕立明在套嫌犯 他供出了你是一起 恶意杀人案的主谋 而且提供了多种证据 这是逮捕令 让我们走一趟吧 这是逮捕令 让我们走一趟吧 老公 老实讲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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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吗呀 你们轻点 老公 你干了什么呀 你别问了 那个程悦和曲名阳 是我叫刘强打的 你是不是傻呀 我这嘴巴刻薄一点 你怎么能叫人去打人呢你 这以后怎么办 好了 我先冷静一下 警察同志 我不过求求你了 我是张义的太太 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想跟我老公说几句话 就几分钟几分钟 求你了 那行 就几分钟 但你们别离开我们视线 好 不离开不离开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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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啊 原来 我 老公 怎么这么傻呀你啊 怎么办啊 走 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连你爸妈亲戚的那些钱都 你说吧 要怎么办我都答应你 可是 我 没什么东西给你了 这不是傻呀你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老公 我脾气不好 又虚荣又爱面子 只有你才能包容我 老公 我跟你说啊 承越 没有死 你也不用偿命 我等你 我等你 好啊 我走了以后 可就清闲了 辛苦你了 老公 大不了就什么都不买了 面部车好吃的了 老公 我想明白了 平平淡淡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比什么都强 老公 你到了派出所 一定要好好配合啊 知道 我会去看你的 张太太 谁先唱歌了 警察同志 我老公是个好人 请你们一定要善待他 谢谢了 谢谢了 走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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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快 姐姐一定有办法救张艺的 姐姐 姐 姐 你醒了 张艺被抓走了 什么 姐你要救救张艺 张艺被警察抓走了 你一定要救他 他是你唯一的弟弟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姐姐 你们别再给我进离了 进什么离啊 我老公都被你们抓走了 张莱莉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是来找张莱莉的 我就是啊 干什么呀 张小姐 你涉嫌非法集资和内幕交易 请跟我们走一趟 想认识吗 不喝了 还是需要多休息 好 所以你感觉好些了吧 好多吧 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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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娃 怎么了 简锋 出什么事了 简锋和张艺都被警察抓走了 什么 简锋 他们在一起 飞住 离开 尽量 比赛 好 简锋 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份合同没有问题 只是 我都说了 我是很有诚意跟你们合作的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只是 这份合同的条件 太友好了 我们不敢相信 那现在怎么说 接不接受 接受 当然接受了 只不过具体的细节 我们要开会研究 周总 谢谢你了 谢倒不用了 我也是受人之托嘛 我才不会 做这种亏本买卖呢 受人之托 好 好 好了 第一步呢 我算是完成了 现在就想好好休息一下 回头细节到时候再跟你沟通吧 拜拜 他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但这份合同 完全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起草的 虽然 不能完全帮顶峰度过这次危机 但至少 让我们有了冲破困境的希望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地结和顶峰一直是死对头啊 我也觉得奇怪 他刚才说受人之托 会不会是可可为了你提出来的 这 应该不可能吧 有什么不可能呢 你看这里 要时间有时间 要钱给钱 什么意思啊 根本就不是从商业角度提出来的 还有 这么大的项目 有谁会交给周志超来办呢 居恒 这次你人情欠大法了啊 任远 先不讲这么多了 我们给对方最大的回报 就是让这次的合作成功 虽然顶峰现在暂时喘了一口气 但是危机还没有完全度过 我们赶快制定一下后面的策划 下午开口研究吧 好 都道理智呢 不会已经进去了吧 是吧 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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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为什么不希望我们呢 齐鸣 我想你 但是 我没脸见你 齐鸣 跟我回家 齐鸣 这两天 我回了趟老家 当我发现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 一直想看你对我的好 想着你的微笑 我发现我已经真的忘不了你了 我真的好好活 做出那些事情 我 齐鸣 真的错了 我觉得我真的错了 你知道是谁毁了我们的生活 不是彼女 是我 是我亲手毁了我们羡福的生活 我是我 我是我 我不怪你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你是什么时候 我不怪我 静鸣 我把证据交给了可可 我把证据交给了可可 你不会生气 不会怪我吧 我希望能帮你度过这个关 不管结局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弃 我会一直等着你 我会一直等着你 静鸣 我不会生气的 更不会怪你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一直在追求名利 在追求金钱 在追求人上人的感觉 但是我却没有发现 其实拥有了你 我已经比世界上很多人都要幸福了 你知道吗 倩如 这几天 我一直在东躲西藏 我真的好害怕 但我一想到你 我就不害怕 游上来的却是对你的愧疚 所以我就想回来看看 再见你最后一面 再抱抱你 然后我就去自首 我 就算没有未来 就算我会在监狱蹲一辈子 我也不想再躲躲藏藏了 我要是再躲藏逃避呢 我就永远都不能跟你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启明 你去自首帮 我问过律师 我也去求过可可 你的情况不算太严重 我会等着你 等你一出来 我们就结婚好吗 你以后就过着我们的小日子了 我不要你再做日上了 哪怕是回家陪你中天 我都愿意 你 只要你能安分守己 改过自信 我一辈子对你无理不及 我们好好地过一辈子好吗 亲妹 我跟他一起过 打干净 你真的懂得我的天